好,請看一下概念二 概念二叫做複合柱體的仕圖 複合柱體呢,我們先看一下右邊 從這個複合柱體的這個面向中有幾個面呢 其實你這樣看 你視角看著眼睛對著這邊叫前面 那後面,這邊當然 這個前面的對面就是後面 那前面的右邊就是右面 左邊就是左面 從上面看下來叫上面 從下面看上去叫做下面 所以呢,這個視角一共有六個面 分別是這個前後 左右 還有上下 還有上下 那再來我們看第二個圖 第二個圖呢,這個地方呢 你從前面開始看 那前面的對面就是後面 右面的對面就是左面 還有上面 好,那這裡呢,有一個叫做三式圖 為什麼叫三式圖呢 三式圖是哪三面 它只是叫做前面 前式圖 還有從右邊看 還有從上面看 前式圖 右式圖跟上式圖 這三個合稱叫做三式圖 那有些同學就會很疑惑了 老師,那為什麼沒有後式圖 因為前式圖跟後式圖呢 你可以想像喔 你如果把這個積木壓扁的時候 前式圖跟後式圖呢 事實上它可以完全的重疊在一起 那你如果把這個積木從左右壓扁的時候 左式圖跟右式圖可以完全的重疊在一起 你如果從上下把它壓扁的時候 上式圖跟下式圖可以完全重疊在一起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只要看一邊 其實就可以推斷另外一邊 前式圖 我們就只看前式圖、右式圖跟上式圖 這三個我們叫做三式圖